歡迎大家收看一星同仁館 今天和大家拆特擊高達的劍背包METAL錶系列 這個METAL錶系列開始有些號碼在這裡 就是07 之前迷網高達寫著04 不知道它會出到多少 你看到現在的背包也適用於特擊高達、迷網高達都可以的 在正轉裡面,迷網高達計算外轉 Glum Set 裡面我最喜歡特擊高達的劍裝型態 這個比較利落的設計 總之一把劍,然後背包有這麼小,只有這麼小 只是一個電容位置 有一個單邊的肩膀,一個不是太對稱的設計 那時候它一推出的時候 我只是初中 我也覺得都挺夠長的 以一隻新世代的高達來講 但問題就是 以模型的調色來講 它的淺藍色是非常之難調的 因為小時候你不會太過可以用到噴筆 噴罐它就沒有那隻藍色 所以最後就等下等下 這隻Metal Build 就是以成形式來講最漂亮的作品 那我跟大家拆一拆吧 因為這一盒 我其實是聖誕之前拿的 但是我一直都沒有空玩的 簡單看一下,除了那盒之外 就是這樣 這個就是讓你動起劍的桌子 我們是不會用到的 因為這一盒東西一拆出來 我就不會再給它背著長期背包 它應該是長期跟著這一盒 而這個東西就是讓你動起劍的 所以我們是不會用的 有興趣可以聯絡我 這個我可以買給你的 這個呢 就 675元 我訂價的時候 應該是6月7月左右 你說抵不抵呢 是絕對不抵的 因為它真的只有一個劍 只有一個玻璃 還有 配件是極其少 但是 首先講一講 這隻Metal Build 是近年裡面其實都挺划算買的Metal Build 撇除它的可動性 因為可動性是比較偏低 但是其實如果你有砌過模型的話 你就會發現 當一隻1比100比例的高達 你要以一個全圖裝的形態去出售的話 1300元是它 即是不練過長期背包 我最低價是見過它賣1300元 那這個價錢呢 我自己覺得很合理的 因為它是噴了 如果你計算 你要砌一隻模型 1比100 而它的組件 MG差不多 每晚開工5個小時 7天左右 我當你收自己40元一個小時的人工 都要1400元 那所以 1300元能夠買到這隻突擊的單體 我自己是很滿意的 但是 它就划算 它的背包很不划算 一把劍 就已經要675元 當它一推出 有現貨的時候 還炒到上去1300元 即是1300元你會選擇買這隻東西 還是買這隻東西 但最大的問題就是 如果你只買這隻東西 它是沒有賣的 所以算了 既然是臨近聖誕 才過了 你會見到 本體內容 其實就真的很少東西 我最主要都是 這把劍而已 差不多 25cm 再長一點 26cm 但是 其實我是覺得 這樣已經夠長了 對了 它還要拔長了 劍身 劍刃 可以再拔長多一下 它有兩個不同的激光長度 可以給你配 當然 短的 短的 短很多 是三分二和三分三的長度 都不需要看說明書的了 基本上 有少少珠光的顏色 在劍刃上面 已經開始覺得 沒什麼驚喜 但是其實 你不需要期待有什麼驚喜 因為 Metal Build這件事 它由推出突擊的時候 你已經知道 是一定會推出劍裝 一定會推出炮裝 是不用想的 背包 這一邊就是 給劍的 劍身那邊是 這一個 那它這一個呢 是用了 它一條坑去固定它 就是這條坑 就這樣看 都好像 不太容易刮花的 都可以放膽玩一下 肩膀呢 就更加 濕碎了 這個位置 有少許鬆 這個位置 這一個呢 就是它的回力錶 這裡有可動位 那它 劍刃呢 就只有一個 方向的裝法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都幾尖巴勒的 同時這一把劍呢 它其實伸到最長的時候 是後面的 尾呢 都還可以再散發多一個刀刃的 對 對啦 那已經很長的了 是 成為 三十 五厘米 那基本上 你沒有一個支架 是不需要 站得穩 那就立刻 和大家 合體去 看一看整隻東西的 內容 見到呢 基本上是 不需要三分鐘 已經是整隻東西 組裝完畢的了 那也是 非常之有霸氣的劍來的 你看到 鏡頭都已經頂穿了 還有呢 它是 你真的一定要 過台座 你才有機會 是可以站得穩的 因為 把劍呢 就不是重的 但是 如果你有這隻突擊的話 你就會知道 其實它的大腿呢 是鬆的 是真的非常之鬆的 由於它的合金成分很重 它是 不是很舉得起腳的 但是有人說 最有效的 就是 塗裝的燒光 即是 手塗的燒光 你都可以令到它 回復緊次度 但是 回復緊次度 這些始終都是 女性才會做的東西 那我就覺得 我們 男生 不用著重這麼多 我們又抬了就可以了 總之它 抹大一點點的話 都還能吃得住 你不要輕輕地 它就 基本上不會點一點的 還有 還有我 其實是 黏了BooTap 當它要這樣站在這裏的時間 因為 如果你不黏BooTap的話 它是 不可以 站得一個比較有型的姿勢 即是腳不能夠分太大地站 長身才可以突顯到霸氣度 短身就比較適合單手握 但是 都不弱的 即是都不短的 那件事 而且 我覺得這個 就 不是很需要 我經常覺得 後面那個劍忍 都瘋了 拿了這個 就對回自己的弟弟 那就不太適合了 我就覺得 這個短的形態 就比較適合它單手握 會漂亮些 但是呢 那單手握呢 又是另一個問題 就是 它總有一天 這隻手都會不短的 因為這隻手的關節位 它都是金屬來的 Bandai 向來做這個零件 都是 基本上你彎了之後 你要順到它變直 就有相對的難度 因為它360度 一個圓柱體 那你又要彎一下這邊 又要彎一下那邊 所以基本上 我是 永遠都不會做到它S型的狀態 去展示出來的 你一S型了 你就很難咬回到它 它直回了 然後入盒的時候 就很麻煩咯 還有 這個 一條東西 扔來扔去 基本上 你進得在一個玩具櫃那裡 你瞭來瞭去 在香港就很阻定 你就不會怎樣做 不是說 很好玩咯 基本上 它都不會鉗到任何東西咯 又是 又是 那些小朋友來 你家裡拜年的時候 如果它有那些花生過敏的話 你就可以 嚇到它咯 呃 怎樣 鋸不鋸得回 不行 這個位置很容易掉 就是 這個位置 它連著呢 就不是很多 很短的 它那個連接位 很短 大概兩毫米左右 那所以它 一刺下去呢 它就 這個東西就有一點重量 唉 說不屈不屈 都是屈了 不好看咯 直接覺得 所以我是 不喜歡裝這些 從來都是 都是 這個東西 只是給你拆下來 然後 吐一下劍下去 就說有這個形態的東西 這樣 它這些短刀 這些短就短不完 又不是長 那 那 不是拿得衰的問題 固然現在是拿得衰 但是 嗯 我自己是一般的 因為 它從肩膀那邊拿下來 就本身已經令肩膀不好看 那隻淺藍色呢 是有一點點珠光在上面的效果的 那另外 那隻深藍呢 就跟這個 金屬藍呢 你看到呢 是同一隻 金屬藍來的 但是 當你 實物拿到上手的時候呢 你就會發現 有些少偏差 始終這個呢 它的塗裝呢 是膠再塗上去 那 所以 有另一批貨啦 所以它是偏紫一點點的 那 那 它本身那個胸口的藍呢 就 彩藍一點點啦 反而是 有很多人的突擊呢 都有一些少少面歪的問題 就真的 那 那這個我才是覺得 更加大的問題 其實我這隻呢 的面呢 都是 我後來觀察下 我都是發覺歪了少少的 不過 算了 不能夠追求太多東西的 雖然它千多元歪呢 有少許過犯 那 但是 唉 它整隻東西 一拿它放一劍呢 就太有型了 我就沒有空去管 那麼多 始終 它 代替了MG一個很好的地方 就是那些黑線啊 程度啊 是多很多 MG呢 那些線條 沒有那麼利落 四四方方 那樣 試正啦 這個就好像 載科技那樣 厲害些了 我都已經很滿意的了 也都不需要 什麼完美突擊啊 炮裝啊 那些東西 不用了 反而炮裝可以買下 第二些版本 去試一下 技術更開心 那 那 那 這個藍色呢 其實現在 Gundam Color的噴罐呢 亦都出了一隻 類似這樣的配色 那 所以如果你是買模型的話 亦都可以買那隻色來試試 但是 那隻呢 就是偏淺藍色了 就比較少這個 紫藍色在上面的感覺 這個有點像粉紫的嘛 那 始終這隻色 都是比較 難找到現成的噴罐色 那 如果你用噴筆的話 就好些了 但是 你真的 你用噴筆 你都要自己 記錄幾個比例 幾個滴 給幾個滴 那 那這隻東西 我就介紹完筆的了 因為我 轉了這個型態之後 我就是上倉的了 就是入櫃的了 那之後大家就會在我的IG那裡 看到他 入櫃之後的情景啦 那 基本上就是這樣啦 那如果沒有什麼的話 我就說呢 我這個儀式 就即將會進行的了 那你想看他的照片的話 就follow我的IG啦 那 也都是 在這個YouTube Channel那裡 讚好啊 又或者 按一下小鐘 那些東西啦 那接下來 新一年我們看看 還有什麼其他東西要開啦 我預計 接下來呢 一周固人館呢 就要開始 砌一下模型啦 因為我真的 最近買買的 落落呢 積落有少少多了 那所以 接下來一周固人館呢 就應該開始 會跟大家分享一些 少少的模型技巧啦 還有會 可能不空的話 就掃組一下模型啦 講一下設定啦 那樣 就這樣啦 Bye Bye